欢迎您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八八风灾到现在已经是三周年了 幸存的小邻村居民都已经全部搬进了重建落成的永久屋 不过离开山区没有耕地 家有了生活来源却变成了问题 三年下来村民不断地寻找生活出路 他们做果酱学做农特产加工 很努力却找不到代表性的热卖商品 几个月前一批在外流浪十年的 小邻村梅子意外地回到了村民手中 他们用故乡的老梅膏做出味道微酸清新 入口回甘的老梅饼 这在地滋味蕴含着不放弃的精神 一推出口碑反应热烈 成为小邻村的在地特产 整齐的街道双拼二楼套停除 空气宁静安详 像极了房地产广告中夹的描写 这里是高雄山林的日光小邻社区 俗称的小邻二村 八八风灾重建区居民的家 新家旁边组合屋在利用的烘焙厨房里 小邻村重建发展协会的姐妹阿姨 和烘焙师傅阿亮 王明亮 正在赶工作今年研发成功 订单踊跃的老梅饼 哈喽 哈喽 生日 哈喽 阿亮 不来 再来 辛苦辛苦了 哈喽 一身包装的 突然来访的客人是制作老梅糕的老板 简天旭夫妇 好朋友盘炳心 小邻重建协会会长蔡松玉 联盟端出刚刚出炉的老梅饼 让这群关心日光小邻发展的好朋友 品尝兼打分数 有没有达到标准 今天要给客户吃的一定是 笔记给我们那一支 大伙七嘴八舌 脆甲脆鹹提出建议 希望老梅饼口感口味越来越赞 口碑越来越好 馅的部分很饱满以外 外皮也很酥脆 看起来是感觉非常足够 日光小邻老梅饼是重建协会烘焙班 今年推出的明星级产品 特级白凤豆沙加上老梅糕 脆梅一起获取内馅 梅子的香气轻心扑鼻 让人口水急速分泌 其实太酸了 太酸 所以我们就是有些人 一吃脸就相当不好看 所以就知道它吃起来很酸 所以我们好像后来 降了5%的那个老梅糕的比例 然后又加一点点的脆梅在里面 然后脆梅它其实会 重合掉一点点的酸味 因为它可能就有甜味 而面粉加入老梅糕上色 增加风味 酥皮一起泥中油腻油我 擀平折叠再擀平 创造多重口感 20分钟后 表皮金黄酥脆的老梅饼 带着豆沙香气和隐隐酸甜香 向嗅觉味蕾招手 右边这一盘 这是我们今年 第一次推出的老梅饼 这个味道保证你在其他地方没有看过 那也很高兴大家今天来这边 那待会就请大家吃吃看这个老梅饼 出炉的这一刻到日光小林参访的高雄大善国小老师们 刚好被香气吸引 闻香下马 一饱口服 非常的爽口 而且不油腻 酸酸甜甜的 非常好吃 是好像咬起来有点脆脆脆脆的 那是脆梅吗 我觉得还不错 老梅饼受到欢迎 最开心的就是蔡松玉 三年前无情的天灾 让她一下子失去了 挚爱的母亲哥哥嫂嫂和侄女 震惊痛哭之后 她擦干眼泪 结束在台北的法律咨询工作 义无反顾回到她成长的故乡 带领同样失去亲人的小林人 重建家园 我当时根本没有办法 静下心来去做任何其他的一件事情 我就只是希望小林村 她能够恢复 然后这些哭泣的人不要再哭 三年来从组合屋搬进永久屋 小林人在高雄山林区三处地点 重新有了家 户数最多的小林二村 就是蔡松玉奔走联系 折冲协调 突破重重困难所催生的社区 她亲自命名为日光小林 希望小林人回别阴霾迎向希望 用更好的活着告慰消逝的亲人 我一直跟自己讲 跟很多小林村民讲 我们人生的最大最大的谷底 都已经过去了 你再怎么样的黑暗 都不会比那一天来的黑暗 不会比8月9号 就是8月9号更痛苦 所以接下来不管什么事情 对我来讲都不是那么大的困难 但离开熟悉的生存环境 没有经济来源可以乐业 安居又是比盖房子更困难的工程 重建协会带着居民不断找出路 在赴培美饮食文化基金会的协助下 他们做烘焙 做农特产 从头学起 想做出代表性的产业 让小林可以真正地落湖生根 很多喔 所以她做过白玉萝卜 做过腌笋子 然后果酱也试过很多种东西 就是她的农特产品嘛 所以什么农特产品 来来来来都做 可是还是一个问题 这些东西就不会长久 就说假设你没有找到一个 真的可以代表你村庄的精神 或者你村庄的特产 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持续的 努力了三年 终于蔡松玉口中 杀手级的产品出现了 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 没有吃那个甜点的感觉 自己的老人都 芒果也好 老王卖瓜难免嘛 味道很搭 真的不是老王卖瓜 日光小林的老梅饼 清新爽口 清脆回甘 简老板以时间酝酿的 珍贵老梅糕功不可没 老梅糕和老梅饼的香芋 也全是一颗颗梅子 串起的缘分 高雄的甲仙 桃园 纳玛夏山区 从日本时代 就是知名的青梅产区 粗放是栽植 天生天养 自然无毒 十年前简天旭开始做老梅糕时 就锁定这几个地方做采购 而小林村限度山脚下 梅子产量特别多 成了简天旭的梅子主要来源 小林梅一烟十年 储存在仓铺的烟梅 在八八风灾时 还曾经被土石掩埋 索性日本的密封技术高超 梅子完整无缺 历经漫长等待和波折 终于成就微酸带甜 醇厚温润的老梅糕 应该有机会把这个产品 开发成为小林以后 那个产业的一个明星产品 这个应该有信心 几个月前 简天旭上电台专访 认识了一直在帮助小林 重建发展的 副培梅基金会执行长潘炳鑫 才知道小林人 一直在为生存而努力 当下透过潘炳鑫牵线 免费赞助 让离开故乡十年的小林 老梅糕重回小林人的手上 没有特别选日子 重逢的这一天 正好是八月八号 大灾难的三周年纪念 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对 然后每一个人听到这 那种鸡皮疙瘩是一种 感觉有 冥冥中是安排好的 祖籍小林的老梅糕 挺过八八风灾考验 回到故乡 潘炳鑫特别请台北的 烘焙名师做研发 然后传授给烘焙班学员 有小林人亲自获着希望 还有同样是重建区的 宝来所生产的萃煤 烘烤成原汁原味 无一无二的小林特产 不只做宅配 他们更希望能够借此 吸引外地游客到小林走一走 计划做观光农场 种植花海 发展观光产业 每天赶都超过十二小时 对啊 就变成要轮流 轮搬这样 都是你在赶 不是你在赶 我也有 那阿亮呢 阿亮在拨栏 对啊 我也有好不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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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么闪闪 现在那些就都因为赶 都不见了 我看那都是线杜山的 双咖比较平台的台地的 对啊 那些都比较平 对啊 那些都比较平 对啊 那些都比较平 我都比较平 老梅糕 老梅饼 唤起了大家对小林梅的记忆 经过访查 蔡松玉得知 现度山的对面山头 还有最后一片梅园 专程带着朋友们上山看看 被年轻人的努力感动 简天旭说 他不只要继续和小林人 合作老梅饼 更计划让十年老梅糕 从故乡出发 挂上日光小林的招牌 让小林二村独卖 这感动的人生回甘味 你很难解释这一切的巧合 可是这过程当中 考验的是说 我们这些子弟这三年 有没有很认真的 在替故乡做事 老天爷 事实上他准备好的一些 礼物要给你 可是你不努力 你又永远 开却不到那一个东西 开心的还有热心机 博得潘明星 台北高雄分走两年 终于替小林的产业 配对成功 她说还要继续当梅人 帮小林找出目 9月初蔡松玉和伙伴 带着老梅饼上台北开记者会 替8月底受到天平台风 重创的蓝语同胞打气 要抛砖引玉 捐出3000盒老梅饼的利润 用15万给蓝语做重建 只要人平安 什么都可以重来 什么都可以重建好 这没有问题 小林村都做过了 对 小林村都站起来 对不对 并且到处全台湾 小林已经靠着自己的力量 重新站起 希望大家不要再用灾区来 行动这些地方 好 请大家不要再用灾区 重建区 那这些重建区 其实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这里面的人们的生命任性 都要比我想都是发挥了我们最大的一个极限 那我这3里看到的是说 在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 除了爱心之外 还有这些人对于这个生命永不放弃的精神 当然最重要的是和大家分享老梅饼的森甘丁 老梅饼是让我们记忆很多很多 属于美好滋味的一种 很重要的一个媒介 不过重点它真的好吃 我都一定要强调这一个 我定了20盒 对 才3000盒而已 对 梅城山也说要赶快抢购 而且就是说希望它能够是一个 长长久久的在小林村 他们会做了之后呢 能够作为一个长长久久的发展的项目 走过伤痛回到平凡的每一天 蔡松玉和小林园知道平凡的可贵 要继续用不平凡的力量 追求平凡的幸福 我很希望小林村在我们这一代 重新站起来之后 迎接我们的是更美好的未来 比过去一个更复述 更快乐的一个村庄 不然我觉得我们会对不起 在天上这些人 小林梅退去苦涩 历经十年酝酸甜润暖 最终换来回甘滋味 他们知道坚持就有力量 如同山上的梅子一样 只要根还在就有美好希望